聚播的风生水起,现在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,捧红了一大堆明星,也算是一个小老板了。 之后大秘密参加了一个节目,有个迪拜土豪表示愿意花巨资,请杨幂吃顿饭,并且聊一晚。 当天就有人把这个话告诉了大秘密,不过杨幂却说,有钱先去整个容吧,霸气的大秘密如此回话,这脸打得可谓是啪啪响啊。 据了解,杨幂从四岁出道,就一直奋战在演艺第一线,参演无数电影和电视剧,巩固了其一线演星的地位,一个女明星,在没有背景,没有后台的情况下,赢得这么多掌声,实属不易。 最后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,宣布与刘凯威步入婚姻殿堂,但嫁入豪门后,婆婆送给杨幂,一只传家翡翠手镯就价值八千万,杨幂也算事业家庭双丰收。 什么样的翡翠能有这么高的价格? 其实不然,翡翠的价格本来就很高,特别是品香好的翡翠,在香港的多次拍卖都卖出了高价,喜爱翡翠的可以。